我的確有在追求 小齊炫這位女神 如果我到時候三審結束 關完出來呢 你還沒有遇到你的真愛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給我一次機會 因為我很喜歡你啊 我太尬一粒了 哪一個在不整形的狀態下 可以長這樣 純天然的耶 純天然 奶大 屁股大 臉 臉要好看 你有什麼理由不喜歡她 那首先是我跟 小齊炫呢 也的確認識了 不六年了 也的確在我 出來之後 就是2022年出來之後 有了比較多的交集 是啦 我是喜歡她沒錯 但是以前呢 一直沒有敢追她 有一個案子卡在身上啊 所以 不敢啊 那但是在今年呢 我們的確是在一起 那為什麼 從這個害怕拖累別人 到了 現在又 又回到在一起呢 我想這個原因一時三刻呢 我是無法解釋的 你浪費多少時間 你不會發現 你不會發現 客服了萬難 終於就是真的在一起 新聞的真真假假 假假真正呢 其實都是多虞 就 只有我們的感情是真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換位思考一下 她有多麼的勇敢 多麼的偉大 也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女生 就是 我想在她這個位置 根本也不需要去承受這些 在我眼裡 就是晚年 那你說未來能不能結婚 那後話嗎 以後再說 後來再說 因為我現在狀態是不能結婚的 OK 首先你們要搞清楚 不是現在要在一起 然後現在就可以結婚 你們要想像我等於外勞 對不對 你們要娶一個外勞 那個外勞也要回去拿通訊 那個單身證明 對不對 那我現在限制出境 所以沒辦法結婚 所以不存在那些 綁架的問題 OK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別的不說了 就是希望大家 未來如果真的內心有想要做錯事情的話 想想現在可以思緒的 可能這個是我這幾個禮拜體悟最多的事情 然後 大家都要保重 那我未來可能也要離開這片土地了 未來也許會再見 那也說不定了 但是 就當作請大家去喝個飲料 但是 就當作請大家去喝個飲料 我們就能夠不定 那是 確保 到絕對